企業可以透過明確的品牌定位 然後擬定了品牌的策略 然後打造有效的品牌行銷的工具 然後去透過行銷管道 來露出我們的品牌識別跟溝通訊息 然後這樣子的話 其實可以在短期方面 增加我們的品牌的曝光度 而且提升我們的知名度 長期來說對於企業的業務的拓展 以及品牌形象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品牌打造對於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打造品牌過程當中 遇到了兩個比較大的挑戰 第一個是品牌的內化 因為CTCI中頂人才是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我們所提供的是工程服務 靠的就是人 我們在全球有7000位的專業的工程師 他們所注重的都是專業技術 所以要讓他們能夠買單 我們CTCI 最值得信賴的品牌精神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他們對於品牌認為這是非常無形的 也許對他們的專業技術不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於業務人員來講 也認為品牌只是包裝 所以我們要讓他們買單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的 品牌內化這件事情是我遇到最大的挑戰 不過經過一再的溝通 然後讓他們了解到品牌的影響力之後 其實慢慢的大家從認知 然後到認同 進而甚至可以協助我們一起去行銷 所以這個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挑戰 至於第二個挑戰 是我們所謂的品牌行銷效益的量化 因為品牌是沒有辦法立竿見銀的 他必須要經過長期的經營 才能夠產出這個所謂的品牌效益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 所謂的直化的一些表現 讓這個品牌的效益能夠有所凸顯 讓我們所謂的 不管是內部或外部的人 都能夠了解到品牌 他是可以協助所謂的業務拓展 或者是公司形象的一個提升 或者是知名度的一個提升 那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來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呢 我們就利用一些參展 或者是參獎的方式 拿到一些具指標性的一些獎項 像我們很高興的 在2018年我們就獲得了全球品牌再造的一個獎項 這是跟很多知名的國際品牌是並駕齊驅的 所以這個獎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肯定 也驗證了我們在品牌發展過程當中成功的一個案例 我們在發展品牌計畫的收穫有三多 第一多是多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在這個品牌發展的路上 原來也有這麼多的朋友一起來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大家有感受到品牌的影響力對企業的重要性 再來第二呢是所謂的多學習而且多認知 那當然首先要先感謝工業局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借力使力來輔導我們 再來當然就是我們要找對所謂的品牌顧問 品牌顧問給我們的是有關知識方面的一個加持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品牌計畫也讓我們品牌管理者 其實學習到了很多 從不懂品牌到認識品牌到認知品牌然後認同品牌 進而我們會去做所謂的品牌行銷 然後幫公司以品牌來發揮影響力 幫公司拓展所謂的業務 第三多呢當然就是多的成就感 還有對公司多的貢獻 透過品牌計畫之後呢 讓我們CTCI品牌在國際市場上持續發光發熱 讓更多的顧客能夠認識我們 甚至跟我們合作 這是我們最大的成就跟收穫 所以我們盡力說 我們盡力說 還有我們盡力說